大家好,歡迎來到 Tony John Transponder Live 的頻道 我是 Tony 來到這個 694巴士總站 跟大家說一條很特別的巴士路線 就是 694 S 這裏都是由調景領站去小西灣 不過並不是 694 走到將軍澳的北或坑堡 反而是走到張南的另一邊 就是走到康城 這條路線扮生的原因是 康城的張南隧道出現了 張南隧道出現之後 善水向運輸署想要開辦過海路線 當然了,運輸署一開始當然說不肯 因為有鐵路 後來幾經去爭取 加拿區議員一起去爭取之下 運輸署肯施辦有兩條的過海路線 其中一條就是由新巴自己獨認的 694 S 亦是新巴在它的專利權 即是它的專認權結束之後的 最後一條新開辦的獨認的巴士路線 就是這條 694 S 694 S 在2023年3月的時候開辦 趁新巴在它的熱情未消散之前 今天我們會先踏踏這條路線 我會由小西灣村出發 今天是6月14日 拍攝時間是6時05分 我第一眼看見標誌一轉了 不好意思,我覺得標誌很醜 決定不開直播,非常之差 首先,這裡不好意思,斷了一開頭 因為抱歉,因為Youtube在損失 就跟你說一說,小西灣總站有五個人 我們是6時05分 6月14日這班車我們就開始出發 我們就維持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去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條路線 694 S 上一個落一個人,現在有6個人 車總共有6個人上落 這條路線開的時候就是2023年3月 其實因應著12月的時候 去年12月的時候 在將軍路藍橋 即是藍田張藍隧道那裏開了 就方便到去康城的居民 這條是森巴上的路線 有見及此 看到道路網絡好處都頗好 頗益到東水 所以森巴那時就拍板 即是線水拍板,說要開一些過海路線 經過一番的角力 其實政府就不太想的 運輸處就不太想的 最後一番角力就給巴士公司開 兩條,一條是去中環的 另一條是去東區的 而這條路線的藍本 其實是根據以前的694的走法 港島區的走法 就是走完整個柴灣 去到北角去張軍澳的 我覺得非常不太明白為何要這樣走 不太明白 因為當年你自己本人 你自己本身都在張軍澳過海線通車 其實都飛了一個質如蔥 我又不明白為何看城會在張軍澳的通車之後 會有一班客人會願意坐巴士去質如蔥呢 我都在想著 你想想,當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張軍澳 舊區也好,新區也好 張軍澳舊區、新區也好 都沒有人 甚至乎是沒有人 甚至乎是沒有人 會這樣 會再這樣打巴士去質如蔥 那些地區 而要飛了去的話 那我就在想著 為甚麼呢 為甚麼會衍生到 會有這樣的狀態、客量呢 我都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所以作為新巴最後一條開牌的路線 板主就跟他送下最後的一個階段 新巴最後的熱情 雖然都很快熄滅 但是他最後的熱情都繼續在張軍澳 所以我經常都這樣說 新巴就好像永遠等於張軍澳和柴灣 而694就是他的最後代表座 柴灣與張軍澳的最後代表座 這個代表座 都同時間進入了我們今年到2023年的 優質班斯路線選舉的三十大 真的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都會入到三十大 都入到三十大 不過都靜路的 因為始終走線 都只是入到三十大的原因 好,看看客量是不是都令到大家很憂鬱 現在暫時只有六個人 好,今天上了兩個人 八個人 感覺上坐他都不是為了過海的 不,不,不… 真心寧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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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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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